漫長的暑假怎麼過? 繫紙寶藏社區和往年一樣 是舉辦了暑期書法班 上課地點一樣是在長安國小 現在已經開課 今年有50位的學生報名 主辦單位就希望透過寫書法 豐富孩子們的暑假生活 雖然暑假已經開始 不過這群小朋友一大早 還是來到了長安國小 今天是要來學書法 由寶藏社區發展協會 長安理辦公處及長安國小等單位 聯合舉辦的暑假書法班 今年邁入了第五屆 一樣是吸引不少小朋友參加 主辦單位也勉勵孩子們多元學習 堅持每年舉辦 就是希望能夠充實 孩子的暑假生活 每年的暑假都有跟社區一起辦了這個書法下令營 那目的就是要讓我們的小朋友 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們在練習 然後陶寶他們的品性這個樣子 讓他們在這個延延的暑假 也有就是說有地方可以讓他們活動這樣 因為我們說的對象是一到六年級都有 那我們會那個依照他們不同的程度 使給他們不同的一個教學方法 那我們這裡面來講 有的已經學了三四年 他們都蠻有興趣的 而且我們也曾經到外面比賽 獲得很好的成績 為學校徵集蠻多的榮譽 依照孩子們的程度去教學 剛加入就像這樣先畫圓 自己學的比較久的只是開始寫字 特別的是光是上午這一班二十幾位學生 就學不同派的書法家 那我們入門的時候 都是從那個渦陽巡的字體先入門 因為他的字體結構比較完整 那慢慢的我們等到四五年級的時候 我們會遇照學生他的一個特質 那麼有的會改變他不同書家的字體 那有的會寫唐茶湯儲稅良書法家的字體 有的會寫那個趙孟福的書法家的字體 小朋友的話從七年的話 有一年級來寫 今年二年級的話寫得相當漂亮 今年要參加那個七星期的那個比賽 另外的話有的是五六年級的 寫得都相當漂亮 因為想要那個增加自己的才藝 可以讓自己的那個耐心靜下來 寫書法能夠練一首好字 也能靜下心來 暑假到了為了讓學童能夠有正當的學習 不要老是待在家裡打電動 還有寫書法是一項傳統國粹 主辦單位也希望能夠繼續的傳承下去 解程惠靈細緻採訪報導